中美科技大博弈的关键战场就是半导体芯片 谁能把这块硬骨头这个山头给攻下来 而且能守得住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在科技战线上成功了一大半 至于半导体芯片为何重要 美国为何会下死手 我们之前都介绍过很多 今天就不再展开 而最近中美两国在半导体领域 各自都有一些大消息 一方面是美国的芯片法案 国会通过之后 拜登总统随即签字落地 美国的科技之鉴 磨刀祸祸来者不善 而另一个消息是关于 中国方面的芯片反腐分爆 这一消息 让原科技日报社的总编辑 现任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的 刘亚东先生痛心疾首 如此这般的前方吃紧 后方紧吃的重大科技领域 不再加以整顿的话 如何才能打胜仗呢 8月9日根据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 驻工业和信息化部 纪检监察组 北京市监察委员会消息 华新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原总监杜阳 投资三部副总经理杨真帆 涉嫌严重的违纪违法 经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指定管辖 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驻工业和信息化部 纪检监察组的纪律审查 北京市监委监察调查 那么另外呢 华新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二部 原总经理刘阳 涉嫌严重违纪 经国家监委指定管辖 目前正在接受 北京市监委监察调查 从刘亚东先生的文章当中获悉 那么落马芯片大佬的身份来看 芯片反腐的重灾区 目前在大基金以及其下属机构 紫光集团等等 在大基金及其唯一管理机构 华新投资 有已经被中央的 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所公布的 大基金总经理丁文武 华新投资原副总裁高松涛 华新投资原总裁陆军 有媒体爆出的 华新投资投资三部副总经理杨真帆 深圳鸿泰基金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合伙人王文忠 而牵扯到紫光集团 也有三人被报 已经被带走调查 有被媒体爆出的 原紫光集团董事长赵伟国 紫光集团前总裁 以及北京紫光科技服务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等等 我们知道 就在8月9日这同一天 美国总统拜登签署 2022芯片与科技法案 根据美国白宫 此前所发布的概要 这个2022芯片与科技法案 总共将为美国的半导体产业的研发 制造和劳动力发展提供 527亿美元的资金 其中390亿美元将直接用于芯片制造业补贴 还有132亿美元用于研究和劳动力发展 包括人才培养等等 而另外呢 还有5亿美元的零头 用在国际信息通信技术安全 和半导体供应链活动之上 美国签署了为中国所量身定制的 芯片和科学法案 一来为了打击封锁中国的高端半导体产能 二来希望这些产业和产能 可以回流到美国去重振所谓美国制造 特别是高端的高科技制造业 而且要解决美国包括像汽车产业链 缺少芯片等等一系列的产业链 供应链的一些问题 而对比之下 此情此景呢 也是让人感到清和以堪 对手呢 各种卡脖子的动作都已经搞到这种程度 那么这些人呢 还在这个伙同一些 这个所谓的半导体高科技的投资基金 做割韭菜 吃所谓金融波动的这些 这个腐败行为 那么可谓是罪大恶极 我们国家的芯片产业 本来就是处在一个追赶阶段 我想呢 这一个也是我们所有老百姓的共识 对吧 我们有些领域呢 是领先的 有些领域呢 是跟国际是同步发展的 处在第一梯队的 那么有些领域呢 咱们是落后的 落后就落后 对吧 各种原因到今天呢 我们认识到这样的问题 那么我们就要 全力以赴的去解决问题 对吧 就是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有困难 克服困难 对吧 那么可是现如今呢 你说本原本就落后 原本就处在一个 要补课 要追赶 要快马加鞭 要付出百倍努力的 这样的一个时刻 我们也看到了相关的研究工作 以及国内产业链 都得到了各种各样的支持 老百姓的支持也很大 对吧 有力出力 没力 我这个喊几声加油 那也是一种支持呀 那另外呢 国家的政策 人才的培养 资金的供给 方方面面 反正整个的行业生态 都希望能够把它快速构建起来 能够快速的 让咱们在有些落后的 不足的领域 而且是美国 在不断针对的一些领域呢 要解决自主化的问题 要解决卡伯斯的问题 这个道理本身 这个现实的现况 问题困难 其实讲了也挺多了 应该说各位呢 也都很清楚 我想呢 这些所谓的这个领导们 所谓的管理这些 科技投资的 这些专家们 这里都打上双引号 他们难道不清楚吗 对不对 所以你这些 都是业内人士 平时说的是 头头是道 但是呢 你现在所做的事情呢 就是一群 唯利是图的 在这里呢 挂羊头卖狗肉 自己呢 就是来大肆敛财 你说 这样的一个对比之下 让大家清和一看 是不是 我们满腔热血 结果呢 成了别人赚钱的工具 你说这是不是丧心病狂 那么以前呢 我们说芯片行业呀 它这个整体呢 是一个高科技行业 而且是非常的前沿 所以它急功近利呢 是不行的 而不能够拔苗助长 对不对 但是现如今看起来呢 这还不仅仅是拔苗助长的问题 这简直就是一个比现实情况 可能还要更为糟糕的问题 而且这一次的情况来看呢 这就是一窝呀 这个 这不是一个两个的问题 是一个 一窝一群 全部在这里啊 这个 唯利是图 在这搞钱 对吧 那么我们说 以始为鉴呢 定在中国科技崛起 走向富强的道路上 不光是要有很多 受人尊敬的实干派 无论是我们说的 中国的两弹一心呀 中国的核武器的研发 中国的 现在我们看到 什么探月工程 探日工程 探火星工程啊 各种北斗导航等等 这些都是 这个前辈啊 一代一代人努力 一直实干 走到现在的 它不是扑鸡摸狗 不是这个 拐弯摸脚 没有什么弯路可以走 也没有谁会给你 就是靠自己来 科学家来研发来做 那更不要说 前面讲高科技 对吧 我们说这个杂交水稻 老爷子也是用一生的力量 在做这个杂交水稻的事情 袁隆平 当然现在呢 他已经离开我们 但这种精神本身的话 实际上 就是一种科学家的实干派 很多研发人员 研究人员 实验人员的努力 对吧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 很多人也有一些 就现如今成了骗子 还有一些投机者 在当中呢 是提示到名 对吧 名都讲得很好听 我们要这个 一定要怎么样 你看每次演讲的时候 说的都很好听 但到头来呢 结果在这里 等于就是在 炒股嘛 等于就是在 搞各种的 这个投资敛财而已 那么国内的芯片产业 你如果想要 得到大的发展 第一步 首先就是要 整顿纪律 就是要把这些柱虫 清洗干净 如果你用一个 里面都是柱虫的 一个木头 来盖起来的房子 你这个房子 恐怕今天不倒 迟早也是要倒 对不对 你如果用一个 都是孔的这个 一个提霸 来做的一个水利工程的话 你觉得你这个 水利工程能撑几天 恐怕很快就要被冲垮 这个道理本身也不难 所以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要整顿纪律 对吧 咱们 聪明也好 笨也好 但无非走得快 走得慢的问题 是不是 而且我们中国人 在国际上面 有太多的科学家 好多国际上的工程师 包括在美国硅谷 多少的华人 所以在整个的科技探索方面 应该说是 特别是数学 各方面 都是非常聪明的 所以理论上 全力以赴 是可以走得很快 但是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 在这个当中 大肆懒财 那你还走啥呢 对吧 你思路都不对了 你动机都不对了 方向都不对了 那自然是没有什么搞头了 所以说 这样的损失 它不是说 你赚点钱的问题 你平时你要想赚钱 你做其他生意去 你这个下海创业投资 你就小到开一个什么小店 大到你干多大事业去 你自己挣钱去 这没毛病 其实做生意 做商业也是很光荣的事情 对吧 合法符合道德就很好 但是你不能够挂羊头买狗肉 对吧 你这样的话呢 就会让国家的损失呢 就会越来越大 因为现如今 半导体芯片呢 投入很多东西呢 是科学探索的问题 你不能把它当成 仅仅是一个生意来做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呢 这个刘亚东先生呢 就发出强烈的呼吁 强烈建议 这种涉及到 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 高科技腐败案件 在审理时呢 不能只看表面上的 涉案金额 要考虑到这种行为 对国家安全 国家长远发展 所造成的影响 要最加一等 说到这里呢 我是非常的感慨 过去 很多中国的科学家 早期中国的 过去的教育 各方面基础科研实验呢 实际上条件都是相对有限的 他们在美国过着 分一族时的生活 都是科学家嘛 然后呢 做着很多工作 那生活无忧 对吧 他们愿意回归国 对吧 愿意呢 回来 然后呢 做很多科学探索的事情 今天我们讲到 中国很多军工呀 太空探索呀 很多方面的成果 实际上都是站在 这些前辈的肩膀上 所以你现在看到 今天的这个乱象呢 实在是让人感到 非常的愤怒 所以你如果不把它 这个好好整顿一下的话呢 你就不足以形成一种震慑 也不足以平民愤 那么实际上呢 就在几天之前的8月4号 我们还看见 刘阿东先生还专门发表一篇文章 就谈及狂热造芯片背后的 这一颗大雷 那么终于呢 是炸了 那么这前前后后 实际上说起来呢 也是让人感到非常的感慨 那么其中呢 我们也必须要总结这些问题 要总结这些事情 不是说 创衰中国的科技发展 听不得一点 中国科技发展过程中的 一些问题的汇报 这样是不行的 有问题咱们 可看到问题 同时解决问题 克服问题 而且要反思 以后呢 不要再出现这样的问题 那么这样呢 才能够走得更为长远 而不是呢 报喜不报忧 这个呢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看到了 刘阿东先生的文章 特别指出 在美国如此这般疯狂的 科技围堵的动作之下呢 中国现如今的 全民造星的大动作 那么刘阿东先生认为 这是一次所谓的 一心三痴这种事情 什么叫做一心三痴呢 后面我们来跟大家 详细的说明 前面我们谈到 在半导体大基金 高管落马的消息 密集传出之后 其中呢 在7月30号 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公司 总经理丁文武 接受审查调查 终于是捅破了芯片 变成芯片的窗户纸 前面的芯片 是正常的 我们讲芯片 后面变成什么呀 骗局的骗 骗子的骗 我们知道呢 这个大基金呀 是由国开金融 中国烟草 一桩国投 中国移动 上海国盛 中国电科 紫光通信 华星投资等等 非常多的企业 一起合作发起的 这么多国资巨头 领先发起的豪华名单 也体现出整个大基金 它的豪华背景 以及呢 国家在这方面的投入 以及很大的一个 对未来的一种期待和愿景 尽管呢 大众印象之中的 所谓造新的热潮呢 是这几年 特别是美国 对吧 针对中国 一会呢 华为的CFO 孟晚舟女士 一会华为的手机 没有芯片了 一会什么台积电 不给供货了 一会呢 谁谁谁 哪个公司 又上了实体清单了 这种消息呢 越来越多 所以呢 老百姓的关心呢 就越来越多 那么感觉呢 好像中国造芯片的 这个热潮呢 是这几年才开始 其实不是这样的 中国做事情呢 是很有规划的 那么 大基金成立的时间呢 实际上要更早 早就意识到 会有这么一天 那么中国呢 必须要实现 在半导体领域的 独立自主 大基金一期 是成立在 2014年的9月份 它的规模超过 人民币1300亿元 投资期限 为5年时间 那么 回收期限 也是5年 新的朋友 可能可以看到 大基金的投资周期 和造金热潮的 时间线呢 是比较吻合 所谓全民造星 2018年呢 是一个预热 2019年呢 就是大火 如火如荼 如痴如醉 一发不可收拾 造星 这样的一个概念 它的神话 不断在资本市场上 得到涌现 江湖上 有名有姓的大企业 或主动 或被动 纷纷呢 都宣传自己开始 搞芯片了 搞半导体了 看起来呢 是好事 看起来呢 是大家呢 齐心协力 一起来 对吧 解决中国这个芯片 短缺芯片卡脖子的问题 这当然是好事啊 好事是好事 问题是呢 你现在就会发现 这中间有很多人 恐怕动机不纯 地方政府出钱出地 搞产业园 大家来一起做嘛 对不对 要拥抱这样的一个 半导体的一个热潮 但是呢 我们看到了 不是造星热 来催生了大基金 看起来好像是 大基金是幸运的 遇到了所谓 全民造星的热潮 不管是装上了大运 还是所谓的 这个什么情况导致 不管怎样 我们看到了 这样的一个 全民造星的这种热潮 驱动之下呢 大量资金就 拥入到这个行业 那么大基金的业绩呢 自然就是非常之好 制造了一个又一个 所谓的上市企业 财务回报 赚的是盆满钵满 赢得业内一片叫好之声 可结果呢 忘记了初心 忘记了为什么出发 忘记了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 结果过程当中 反正就是 口袋里到处都是钱 到处捡的都是钱 结果是什么呀 天津的芯片 一个都没看到 对吧 连影子都没看到 结果呢 钱是赚了很多 芯片在哪里 造出来了没有 这个你的这个路线图 是什么 只剩下几家 苦哈哈的公司 在这撑着 是不是 你这些名头 那么大的整天 这里站台 那里站台的 对吧 芯片没看到几颗 先进的芯片 一颗都没有 没看到 这个我说的 符合事实吧 我再次强调 这不是在唱衰中国科技 这是要指出问题 点出问题 希望能够 这个引以为戒 不仅芯片没看到 我们倒是看到了 很多房地产 首先是搞起来了 七月中旬和大基金高管 几乎同时被审查调查的 紫光集团前这个董事长呢 也是让人感到相当的不想联翩 那么因为呢 在整个的紫光造星大业和大基金 是颇有奄缘 大基金的一期二期都投资了紫光 总投资规模超过300亿元 那么同时呢 我们说紫光的这个领导者呢 是清华大学电子工程出身 是根正苗红的半导体专业人士 紫光集团是清华校企发展起来的 也是根正苗红的半导体企业 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 对吧 那么紫光集团的这个掌控者 他最出名的不是造出了什么神奇的芯片 而是在房地产行业的这个一番发迹 他信心念念的是 新疆老家靠房地产赚了一大票 当时进入房地产就像是抢钱一样 那么赚了很多的钱 回报率极其之高 在这样的一种背景 这样的一种心态的带领之下 紫光的房地产事业取得惊人的成功 别人拿不到的学区地块 紫光可以呢 手到勤来 别人都想都别想的价格 紫光呢 可以轻松搞定 没有房企在房地产领域取得过紫光这般的成就 因为他们不会造芯片 至于造芯片 实际上紫光现如今看来呢 好像更擅长的是在房地产领域这个游走 于是乎呢 怎么样啊 你既然在外面宣称你很会造芯片 你也借着这样的名头 搞土地 搞房地产 很会搞 那你最起码要在芯片领域有点动作呀 有点成绩呀 你不能光说不练呀 那怎么办呢 想到的方法呢 和房地产一样 他的思维呢 是一样的 就是买买买 这里工厂买一个 那里工厂买一个 对吧 所谓的自主研发啊 这个看起来呢 好像不是那么回事 所以开始大举的并购啊 这个一致千金 有模有样 但是呢 这些种种的作为 甚至我们说 这个富士康的老板 郭台铭 他曾经都暗自讽刺 这样的一些做法 不过就是 一个炒股票的投资者 而且呢 紫光集团以前 说过什么话 你知道吗 大家现在想想都可笑 他说 他要拿很多钱 要把台积电给买下来 这样呢 我们就有了很多的芯片了 要知道 就像过去 咱们中国搞两单一星 搞这个 宇宙探索 有些东西 不是你有钱 就能买得来的 不是你就拿着钱 就像搞房地产一样 那你快递嘛 反正就是你出价嘛 对不对 就拍卖会 过去我们看到 财大气粗 那个拍卖会上面 拍土地 一个比一个举得高 反正呢 就拿钱办事 这样的思维 来搞科技 特别是关键的科技领域 对吧 我看呢 是这个 所谓的爆雷 所谓的失败 是迟早的事情 你造芯片的名义 在房地产市场 拳打脚踢的 所谓 股票投资者 并不是紫光一家 紫光也不是 所谓资本红利 土地红利 房地产 产业政策红利 一心三吃的 一个原创者 我们看到 业内的老字号 是有头有脸的 各种大企业 实际上早就有先例 反正呢 不管怎样 先把挂羊头卖狗肉 先把羊头得挂出来 再说呀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看到 在这里面呢 当然中国也有一些 坚守自己底线 认认真真 踏踏实实 做科研的公司 现在也是很受人尊敬 比如说华为 就是这样的公司 你买过华为的房子吗 你看过华为的售楼书吗 华为做地产吗 按照的讲 华为要钱有钱 对吧 要什么有什么 华为如果说 拿块地盖房子 我说的难听一点 他难道找不到 会盖房子的人吗 对不对 但是他知道 自己的从哪里来 你的初心是什么 你要去哪里 动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动机不纯 挂羊头卖狗肉 你怎么可能 这个取得所谓的成功呢 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 那么这样的事情 华为就是没做 这个今天我们不展开 点到为止 很多时候 我们会把各种事情 会分个什么369等 在商业环节 好像也是这样 对吧 那么造芯片 这样的事情 在科技企业当中 无疑是最高等级的 到哪里去 我们这个搞芯片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说 用这样的一个名头 套在房地产的脖子当中 就显得很高大上了 是不是 如果你没有这个名头呢 到哪去呢 感觉不够高大上 另外呢 我们也看到 很多顶着半导体名义的巨头们 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崇高的自觉 造芯片行业的真相 实在是让人情何以堪呢 芯片高管调查和大基金运作 是否有直接的关系 目前还不清楚 但是和房地产调控是有关系的 如果不是房地产调控 导致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地产商们 他们的地产板块 这个价格崩塌 或者叫做股价崩塌 整个资金链的断裂 那么包括像紫光集团 一心三吃的这种盛宴 恐怕还会继续 打房地产 造新的塌房 算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吗 对于紫光集团和大基金之间的关系 是实锤的 几百亿资金的投资 都是真金白银 紫光集团和大基金 都是资本市场造新泡沫的一个大镰刀 更是喜不白 一心三吃 满盘狼藉 看透了这一切就知道 这些人搞的所谓造新片的动作 和卡脖子的事情 其实根本没有半点关系 或许有人不解 紫光它不是号称 国内最大的集成电路企业吗 每年财报都是造新造了多少多少 在市场上占有多少多少份额 白纸黑字 这能有假吗 这些当然不假 但是此造新并非比造新 中低端芯片的制造在技术上 实际上难度要相对低很多 那么也不存在根本性的卡脖子的障碍 中国的中低端的芯片 它本来就能造 产能未来还会更多 而且整个的产业链 未来都会逐步的完善 包括光刻机在内 只不过和国际上的分工不太一样 别人制造技术是更完善 成本更低 所以很多时候也会使用一些进口的中低端芯片 紫光它从来没有造出过 可以解决所谓卡脖子问题的所谓高端芯片 一颗都没有 这才是关键问题 你即便是现在造不出来 你能告诉我你的路线图是什么 对不对 就像盖楼一样 我今年看到你打地基 对不对 过几个月我看到你一层盖好了 再过几个月可能又盖了几层 我最起码能知道你什么时候完工 什么时候装修杆好 你最起码要有个路线图 结果不是 你就在原地打转 明头搞得很大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企业 就通过所谓大规模的并购这样的路径 然后来为自己宣传所谓造芯片的这样的情况 那么你买了很多的海外的企业 那些中低端的产能企业 它和所谓中国需要被解决卡脖子的问题 确确实实是没有太大的关系 因为核心技术 尖端技术先进的制成 你这个事情本身你是靠钱也买不来的 对吧 如果都可以的话 那么就按照这个紫光集团的前领导人 直接说的 把什么台积电给买回来不就得了吗 把荷兰的阿斯美亚给买回来 把美国的那些半导体的上游 什么设计公司 软件公司 工具公司 什么科雷 什么各种应用材料公司 全部买回来 那你一下就全解决了 你买得回来吗 不是这么回事 对吧 芯片行业是高度细分的复杂行业 金字塔塔尖的卡脖子 被拿来制造一些热点 紫光们真正造的 都是那些不存在技术替代必要的 中低端芯片 所以这些所谓的芯片大佬企业 那么就是套着科技神话的产能 这些堆叠在一起 对卡脖子焦虑综合症 就是它的一个安慰剂 最近一波热炒的 所谓电动车芯片荒 就是和技术卡脖子 也是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2020年电动车芯片 还处在积压状态 只是主力生产厂商 对全球市场的复苏 预期不充分 没有充分释放出产能 造成了供应缺口 国内造车新势力 比海外同行更倒霉的地方是 芯片堆在上海的仓库里 有一段时间拿不到 这个事情本身是供应链 整个运输通道的问题 或者叫疫情的短暂影响 和卡脖子本质上的技术的障碍 关系也不是那么的大 所以紫光这种国内最大 什么整个多一年产多少芯片 等等一系列的 这些半导体产业方面的布局 它的的确确并没有在 解决中国卡脖子的问题上 做出足够的贡献 而芯片产业国内最强的企业 那么现如今 更是面对着各种各样的挑战 那么资源方方面面 美国的供应链的限制 所以你在整个高端的这一部分 确确实实困难还非常的多 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下 要做的就是踏踏实实的 脚踏实地的 要攻克这些困难 而不是以这样的一个名义 四处去搞园区 搞土地 曾经我们知道 在武汉红星这个故事 对吧 所谓7纳米的希望之光 曾经也是高光时刻 开局是难手的王炸 结果是一片的凄凉 2017年的11月 武汉红星在武汉东西湖区成立 锁定14纳米 以及7纳米以下 先进逻辑芯片和系统集成 当时宣称总投资人民币 1280亿元 2019年年底 盛大举行国内唯一的 生产7纳米芯片的核心设备 阿斯美尔光刻机进程一试 为一台进口设备搞这么大阵仗 厂子是拉足了 可是后面的进程让人大跌眼镜 先是因拖欠工程款 300多亩的土地使用权被查分 总共600多亩的厂子被分了一半 也不知道这千亿投资 连个建筑工程费都拖建 究竟是咋回事 2020年 我们仔细一看 号称3560台 一些设备装机上线 实际上只装了300多套 几百号员工 也是无事可做 读文件 写PPT 混混日子 疫情通缉是完美的理由 可是复工之后 武汉红星也没啥动静 你说的过去 病毒可背不了那么大的锅 武汉红星背后的 曲曲折折扑朔迷离 就更是物理看花 连那台隆重仪式 开过光的7纳米神机 也不知怎么个着落 据说已经被债权方给查分 也是一种匪夷所思 总之 国内最强7纳米之王的这些烂尾 有太多的谜团有待解释 涉及的资金损失 由官方数据2000亿 那么这是全民造星的一朵小浪花 大基金牵头 从银行到地方政府 再到各大企业 那么全民造星 数千亿上万亿的钱 给烧了进去 小小的芯片 竟然成了一个天大的漏勺 我们介绍以上的种种乱象 不是在唱衰中国的科技发展 而是在一些问题面前 我们的的确确需要做出反思 而且要从根子上反思 否则国人的科技自强们 就成了这些人获利的工具 而最终的科技自强 实际上也就不可能实现 我们也必须看到 先进芯片的制造 特别是上下游产业链 非常之庞杂 同时各种规则 也需要深度的合作 姑且不说 整个芯片产业 在全球供应链的庞大布局 但说核心设备的光刻机 就不是哪个国家 现如今能够单独完全垄断的 何来阿斯美亚的 奇纳米EUA光刻机 光源技术是美国的 光学部件是美国的 原材料来自日本等国 十万个零部件 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 所有主要工业国家 最后荷兰以高端组装技术 造出整机 十万个零部件生产 是各国企业都拿出了绝活 才有的最后成品的神机 你看到的最后的整机 你看不到是各国几十年 所积累的科技力量 资金投入 这样的技术积累 没有很多科学家的投入研究 光靠烧点钱是不行的 技术积累的背后 还有人才的积累 更不是一个烧钱的问题 高端技术人员培养 则是科研教育体系的长期建设 但是造型确实涉及中美科技竞争 我们这并不能够改变 芯片行业的一些本质 那就是全球技术合作 产业分工彼此的深度融合 对中美两国而言 产业逻辑都不会因为 一厢情愿的狂热竞争意识而改变 实际上美国在高端芯片出口上的 所谓卡波子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荷兰的阿斯梅尔 日本的尼康等等芯片产业巨头 也都拒绝过美国政府一些过分的要求 比如说不允许卖给中国一般的 这个成熟制程的光刻机DUV 那么目前荷兰方面 以及阿斯梅尔方面 就继续在中国市场销售 而且还要扩大团队 他们需要中国的市场 也需要中国的产业支持 归根结底 繁荣的中国市场 吸引力才是中国经济安全的根本保障 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稳固地位 是中国全球地位的一个立足点 如果失去了市场的繁荣 脱离了全球经济体系 便意味着战略上的落后 陷入了一个自我孤立 造星又如何能够取得成功呢 全球科技高速发展迭代速度肉眼可见 这边用尽洪荒之力造出了芯片 外边可能已经完成了新一轮的技术升级 科技的差距不会因此而缩小 可能会继续而扩大 我们看到苏联时期 闭门造车的科技发展模式 就是前车之鉴 是发展自身的优势产业积极参与到 全球经济体系 争取在优势领域寻求突破 还是定位为一个追赶者 一步一趋的追赶别人的影子呢 哪个才是一个明确的选择呢 我们必须对半导体芯片行业 要有足够清醒的认识 这一个涉及国际民生 中美科技博弈的关键性的一场战役 任何一方都有着输不起的压力 也必须全力以赴争取胜利 老百姓翘手以待 解决的科技卡脖子的问题 如此这般的作为呢 又岂能容忍 不加以整顿 不好好的去把它给引导上正轨的话 那么这就不可能去打胜仗 最后我想用这几个字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那就是科学发展观 那也请呢 这个行业内的行业外的所有人 擦亮眼睛全力以赴 以上就是本期和大家分享的观点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